大家好,土工包子迪,那是叫做空山不见人,单文人余想 你要知道土工中国的内幕,你是很难很难的 除了我们以以贯之地遭遥传遥 一个更重要的环节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开一两个会 然后你从会场上面的架势 你能够猜出一个八九部历史的消息 土工中国包子迪,今年是国庆,没有搞阅兵仪式 开了一个国庆招待会,请了一帮老东西 又过来又给他在一起拔酒花姑娘 完了以后喝酒,吹牛逼,消息很多,细节很多 我们一一一给你大家道来 首先是还活着的,还没挂的 一几个所谓的退休的领导,应该是稀疏到场 但是胡锦涛没有到场,朱镕基没有到场 还有吴邦国也没有到场 这是三个头面人物,没到场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没有人知道,你只能是靠菜,只能是靠传谣 但是本期的重点不在于这三个人,而在于另外几个人 所以你发现西包子在招待会议上面 左边坐的是女瑞环,右边坐的是温家宝 这个东西,而且有些人观察到 西包子在喝酒吹牛逼的时候 完了以后和温家宝交头接耳,说了五次话 完了以后和这个左边的李瑞环老金帮老木匠说了两次话 完了以后,说完了以后还挺高兴,笑着呢 完了以后还说这个西包子高兴之语,守之武之,足之道之 还拍了一下温家宝的肩膀,表示很高兴 到底说什么没人知道 所以今天北京这边的话题主要是温家宝 温家宝他已经是退休了嘛,也80岁的人了 前几天我们就说过,北京这边的确有这样的段子 有这样的遥远,说西包子终于知道中国的情况不好 政治外交经济一团糟,尤其是经济一团糟 经济不好一切都不好,这是毫无疑问的 说现在他养的这批太监什么李强暖用都没有 是不是成不了事,我没法帮这个西包子继续掌控权力 于是就有关于温家宝以顾问委员会的改革顾问的身份 回到西包子的身边要帮西包子收拾残局 据说北京有这样的说法,说西包子也诚心诚意的 请温家宝回来帮助他,没办法 有所谓的西包子去找温家宝,三国毛楼之说 说的是跟真的似的 这个话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一般看到这样的话题我认为都是假的 为什么呢?三国毛楼它是个历史典故 它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西包子真的想请温家宝过来给他收拾残局 至于是不是有三次瞎他们扯过才不行 温家宝既然西包子来请他 他肯定还是挺高兴的嘛 因为他以前说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也是德尔夫诗 漫条斯里的说这些话 现在西包子请他出身,他当然很高兴了 所以你全程看到西包子跟温家宝两个人 温家宝和西包子两个人,那是谈笑风声 那是全程是高兴坏了 与其他的人构成了一个鲜饼的对比 温家宝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呢? 我们要回到温家宝的曾经的顶头上司赵紫阳这边来看 赵紫阳曾经在软禁状态下谈过土工中国的两个新人 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这个什么温家宝 谈胡锦涛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这个什么 没有什么勇气的 他就是共产党一手培养出来的一个 一个给他看院子的这么一个人 你千万不要对胡锦涛这个人有任何的指望 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谈到温家宝的时候呢,说温家宝比胡锦涛要强一点点 但是呢,由于他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 加上他长期处在一个秘书的状态 他这个人呢,也是没有什么,就是不稳定 所谓不稳定呢,就是东风吹带毛泽西,西风吹带毛泽东呗 温家宝这个人呢,曾经想劝说胡锦涛搞政治体制改革 他劝说不动 之前我们也有说过,温家宝之所以在这个最后要离任的时候 说出一段狠话 那是因为他这些话不是说给其他人听的 是说给这个胡锦涛听的 胡锦涛呢,是一个党培养出来的一个开门狗 所以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温家宝就很失望 然后最后呢,就是给历史一个交代吧 就是我老温是努力过了啊 以后我就不管了,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说完这句话 他回头就去给西包子站台去了 这就是温家宝当秘书出身的人呢 就是东风吹在毛泽西,西风吹在毛泽东 墙上一楼草,风车二面倒 很狡猾的 温家宝很狡猾的 这种人他是没有稳定的价值观的 他都是政治利益考量很多 他批评完胡锦涛之后 说完狠话之后,回头就给西包子站台 说西包子的爹是一个什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跟仲勋同志在一起工作十几年 我亲眼见他怎么的怎么的 把这个西中勋说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 完了以后,据说这个西中勋的目的 豪华目的修起以后呢 温家宝还偷偷去看过 为什么呀,舔西包子呗 西包子是这个 西包子是王呗,西包子是皇上呗 西包子如果要收拾温家宝的话 那温家宝不死定了吗 说北京这边传消息啊 说西包子上台以后呢 很多人就怂恿他 说温家宝跟你是两路人 他是要葬送中共的这个红色江山的 是要改革的 是要搞美国式的民主的 而你习近平是要看好共产党家 也是捍卫红色金业的 要收拾西包子 西包子假模假式的 派了这个三路大军去查温家宝家里的腐败问题 最后得出的报告 送到习主席的办公桌上的报告 说温家宝家里绝对是清真年节 两秋清风 是吧,一身之高峰两节 没有任何的家族腐败的问题 温家宝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其实吧 这个温家宝这个人那是可角化了 可角化了 那你仔细想想 他就是这个性格 你说是不是 你说温家宝经历过多少人吧 他辅佐过李鹏 是吧 辅佐过赵紫阳 当然也是邓小平对他也是很熟悉的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土匪也是很熟悉他的 完了以后又辅佐过江泽民 是不是 又辅佐过胡锦涛 完了以后的话 一直就这么下来 他是他妈的 中南海里面有两个不导翁 一个不导翁都是王沪梁 王沪林是不导翁那是没错啊 但是王沪林作为不导翁 给温家宝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温家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导翁 而且温家宝的不导翁就是退休以后 胡锦涛被当众嫁走了 都忍受这个韩信的酷挡质辱 但是温家宝啥事没有 习主席还跟他谈笑风声 最近又传出要请温家宝回来 要给他主持改革 给他收拾残局 还说细胞子三国茅庐 所以至于这个事儿 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这个分析问题吧 不问结果只问这个细节 你一定要记住 你说温家宝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有几个意思吧 所以他他妈的真是的 关键时候他是可以出卖朋友的 温家宝的朋友毫无疑问是胡锦涛 现在胡锦涛到底人在哪里不知道 是不是也没出来 但是我们只看到温家宝跟习近平啊 坐在一起又谈笑风声 哥俩好 所以温家宝这个人呢 那真的是变色龙狡猾的很呢 我告诉你啊 共产党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呢 没一个好东西 特别坏 这种人他能够走到今天呢 绝对是有几把阴损的刷子的啊 当然呢 我们不排除啊 如果是真是细胞子 请温家宝正式出山回来 给他收拾残局的话 不排除温家宝呢 会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啊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土工中国的这个体制下混呢 最好的教材 他有几个人的 第一排第一的就是温家宝 你看他是怎么这个做不导龙的 第二的是王沪宁 第三是习近平 真的很有意思的啊 但是习近平最后下场可能很惨 但是你很难说 温家宝下场很惨 这家伙特别的回来事啊 绝对聪明绝顶之人 绝对是中国特色特别社会主义的培养的 这个牛逼轰轰的混同 这个这个黑社会的这么一货子啊 我是不喜欢温家宝了 大家喜欢你们就随便喜欢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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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